气象看到爱陪你聊天气 大家好 我是碧秀 今天下午这样满天乌云的景象 各地几乎都出现了 而且是雷声大作 局部地区也有强降雨 我们很感恩慈激志工在竹山 拍摄到下午大雷雨前的画面 那目前台湾就在太平洋高压的范围当中 暖气团从东南方来 大气层比较低的是暖空气 较高的冷空气温度更低 所以增强了午后对流的强度 我们从卫星云图的色调来看 原本蓝色代表上午很热的状态 而当高空气温降低的时候 整个大气上冷下暖 发展了午后热对流 因此预测在这个礼拜 大气都相当的不稳定 午后大雷雨会很明显 范围也从山区扩大到平地 今天下午从北到南气象鼠就持续 有大雷雨及时讯息 除了移花冬之外 西部各个县市几乎都涵盖了 而在明天天气预测方面 在上午各地是晴到多云 午后有短暂雷震雨 需要加强注意的地区 就是包括了西半部 东北部还有各地山区 可能有大雨雷急强震风 甚至是有冰雹降下来 生活follow me小弟您告诉您 高温炎热会有连续36度 或以上的可能 请务必预防热伤害 而大气层高空温度 因为有降低现象 造成午后对流更加剧烈 所以大雷雨不但是山区很明显 平地也是下雨下得很急 地洼地区小心积水 山区也要持续注意 落石或土石流现象 若您外出的时候 刚好经过大雨区 请谨慎慢行 注意安全 接着提供给您明天详细的数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天详细区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